Blood, 白癡 欸诶等一下 杜凶凯 我们听不懂你刚刚在唱什么耶 而且你刚刚在说什么捷尼思 你不是捷尼思啊 蛤? 你已经不是捷尼思一人哦 你看我笑哦 担时间耶 还干嘛一直烦戈我啊 好,我要去公主帮拍过了啦 拜拜 对不对 剛剛那個人好奇怪喔 感覺很公主 但又很壓抑 看起來其實內心很多煩惱 不然怎麼都瘋瘋癲癲的啊 怪怪的 王子 你不要想太多啦 我想那個人應該是腦袋有問題吧 所以才爬帶爬帶的 欸 幫幫店長 那邊有個情侶耶 我去問問看他們 所以他們知道心中傳媒在哪裡 嗯 好 我們走 GO 歐巴 是賴羚先生 有這些騎穿衣服的混蛋 竟然害我們兩個吵架 你說我們他怎麼負責 罵你們好不好跟你講 竟然想攻擊我們 我在哪裡怕心中 可是對話聲 把握軍長 你們是否給他一點教訓 嗯 現在我們反實驗時候了 投理啊 哪裡炮 投理啊 你到底要不愛我啦 不是說要娶我 我不是... 娶你喔 不是... 我寧可去娶鬼心娘 而且你長那麼醜 你...你這樣子會嚇到我 不要逼我喔 我...我... 我上面跳下來死給你看喔 去死啦 啊... 不要這樣啦 這兩位鞋子 聖誠情侶 請問你們知道星光傳媒在哪裡嗎 你不是沒有看到我們在吵架喔 這位小帥哥 我看你也長得挺有型的喔 要不要交個朋友啊 這位大神 以你的執政 你這樣我們星球 是最低劣的 連我 都不敢正視你一眼 你還是趕快認清這事實吧 什麼 你說我不正 我可是和陳冠希交往過耶 很多男生都很愛我耶 拜託喔 好啦 你這兇巴巴的 你剛出門 真的...真的很嚇人耶 而且... 你這樣我們很怕怕耶 你們這些奇裝衣服的混蛋 竟然還有我們兩個吵架 你說你們要怎麼負責 大家你們我跟你們講 我... 竟然想要攻擊我們 我在哪裡怕星球 可是是正義的化身 報告警長 我們是否給他一點教訓 嗯... 應該我們反擊的時候了 解決一下 解決一下 好帥喔 超帥的耶 他們是一群瘋子啊 不要理他們啊 兄弟 千萬一 我們回家說我們自己的事情啊 我們走吧 很帥耶 等一下 我早就說過要用這一招了吧 我們又再一次戰勝的敵人 不過我覺得 那個年輕人好像有苦說不出 感覺心事重重 過了很久的感覺 從頭到腳 人生充滿了款啊 你怎麼看起來像馬拉圖 你知道新工傳媒在哪裡嗎 什麼新工傳媒 我還賣月媒耶 我不知道了啦 等一下 我感覺臉心情不太好 所以有什麼事情悶在心裡 要不要告訴我們 為什麼我可以幫助你 我這次大學學生 只考十七分而已 還有沒學校唸啊 十七分你當然要難過啊 你來到這種分數 怎麼跟人家唸大學啊 拜託耶 拜託 拜託 朋友考十八分 就學校唸了耶 我殺一分而已耶 你說這裡十八分就要唸大學 所以在這裡滿分是二十分囉 我是白癡喔 滿分當然是一百分啊 幾個是六十分 你們幾個是沒有唸過書 可是要故意求我啊 你幹嘛突然跟憲兵一樣 去死啊 欸欸欸欸欸 太扯了吧 這種成績在我們星球 可是會被打到火星重新教育一次的耶 奇怪 各位戰士們 你們不覺得這個地方有很多問題 需要我們去解決嗎 我想這是民族之中註定的 看來在離開這裡之前 我們必須好好幫助這些年輕的學子 4 4 4 從此之後 這六位來自哪裡怕星球的戰士 決定在尋找與宇宙燃料 星空傳媒的圖石 也好好幫助這片地球上的年輕人 解決他們的煩惱還有困惑啦 而這六位哪裡怕的太空戰士 也慢慢適應地球的生活環境 漸漸地融入這片土地上的飲食起居 在地球上 過著他們漂泊的旅程 他們不但隨時會在尼闻生活周遭出現 適時地幫助有困難的人 也可能會因為肚子餓 還排列在你後面買東西吃 也會在過馬路的同時 隨著紅燈亮起在你身旁助理 下次你要撞到岩晶康的四周 因為哪裡怕的太空人 可能就在你身邊來幫助你喔 好 好吃啊 欸 兄弟們 站路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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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三哥哥咧 我 蛤 不知道是我們 再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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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他們已經漸漸地適應地球的生活 但很顯然還是有一些失誤會發生 Lolipop第一話 小女孩孤單的秘密 快跑 快跑 快跑開Lolipop返擋搜尋情形 來看看這裡的年輕雪子們 有什麼困擋 需要我們去解決 退 包包店長 資料正在讀取傳越中 下次可不可以推我頭啦 OK 别碰我嘛 别有问题 回答后 我没有一个人 有没有人陪我 这一次哪里怕收军引擎所选中的人 他的烦恼是不想要一个人 希望有人可以陪伴他 而资料又显示 他所就读学校全年级之后他一个人 到底怎么回事呢 抱歉长 刚刚有一位女同学的烦恼是不想一个人上课 而且他好像不耐心啊 不过我觉得一个人上课很开心啊 无拘无束 很快活啊 对啊 考试可以拿第一 跑步也第一 第一还可以拿现场奖 多好啊 不过 他每次都要自己当资深 自己擦A班 自己很紧 那这好 说有东风讯就有东风讯 嗯 那环琼姐你有什么看法 发号舰长 根据神圣者平衡第七招爱的定誉指出 毕竟人类是群居动物 必须要仰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 从团体中得到学习成长 嗯 有什么好成长的啊 我个人觉得现在整个团体都是靠我一个人在努力 大家都在作响集成 我老早就想要单飞了 哦哎 我们等你这句话等了好久哦 老女怕又是少了你 我们早就成为台湾的 东方神奇 不过啊 假如在课堂上又有良性的互动 很容易产生学习障碍 因此而持续竞争力 更严重的话 赶快有自闭症的傾向哦 所以基于优生学 一个家庭都希望育有良子 这样子对小孩的未来的心智发展 也会比较完善哦 报告舰长 我觉得趁那位同学年纪还小 我们应该好帮助他 好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王子 马上利用雷达调查一下那位学生在哪里 报告舰长 那位女同学就读于台北县的干领小学了吗 干什么 干领小学 干领 那是什么学 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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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领是会这样的 而且啊 学校附近似乎必常大量我们所需的心中传美哦 那请自一举两个吗 介绍 伴爱与为日报哦 那我们现在就前往干领国小寻找干领老师 来帮助干领学生 脱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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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眼